为主要因应企业的变迁 价格的时间来共港湖作成的灾情 持户水利教100万千年开始 配合经济部水利数的阶级 经过饮水的盐测器 透过这次演义上 让民众了解水增的状况 透过祭祀的一个淹水的一个讯息呢 可以将那个 可以把这些讯息给我们的民众知悉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在今年 那大概得到那个 经济部水利数经费的补助 有750万 那我们在建制的150处 那这个呢 我们在 再加上我们过去建制的112处 整个全部有262处 目前这样子的 淹水感测器的设置的相关计划 是全国第一的 水利教标是 目前台南市有262处 设置饮水的盐测器 分布在33的行政区 这个盐测器 可以随时感控水清 如果超过一定的浅度 在马上透过的APP 发出境界 当它到达水深 到达一定深度以上 那它比如说大概可能10公分 可能对民众有些影响 它就会主动将这淹水的信息 告知民众 避免民众的误入 那比如说我们的小东路的地下道 车型地下道 在这里我们就配合淹水感测器 其实我们就从去年开始 大概陆陆续续的 也把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道路 像这样有路面积水的一个讯息 做一个发布 然后即使做一些道路的一些的封闭 避免人测误入的一个情形 水里教表示民众可以利用台南水井 这些系统的APP 来扎寸盘测器的主信 最新的消息也会公布在上面 透过APP 民众跟放在的情缘 随时都可以降落淹水的总控 凶便宅情的发生 甚至做到阻挡淹 未来水里教会持续建筑 帝肥放在的系统 或使命万里淹水几口 南天新闻 欧队新鸠 蔡翁博德